来看一下这个回放吧 看一下回放 回放的话这还是比较不错 逼真 看起来比较逼真 要是真实玩游戏能像那么逼真该多好 这就是我选的那个车 从天速度了 机关是挺难看的 昨天不是说去那个纽北吗 要开十几个小时 中间拿地头查了一下 其实九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大概有一千多公里 如果都走高速的话 从我现在住着这在地中海旁边 然后到到纽北的话十几个小时 十个小时就到了 这是理论上讲 就地图上讲该到了 你要有机会还是值得去看一看 这么来看的话 画质还是比较不错的 还可以切换其他车 比如说这个就切换到 我前面那一辆 应该是一个迈凯伦的车 还可以切换视角 还可以切换视角 切换到前面对法拉利的视角 看一下 可以切换视角 这是电脑视角 不是我的视角 我现在在新一级的GT赛车 画质还有操作 进一步提升吧 这个已经不错了 不过可玩性会差一些 首先选的车会少得多 然后就是在赛道上 然后和别人联网 然后撒的稍微少一些 要切换个视角 这个就到我的视角了 哦 到沙坑里边 呦 呦 以前我上次查了一下 纽北 纽北 流过的这个 纽北赛道 它是有开放日的 开放日是我忘了 好像 如果你可以买全年的 就跟迪士尼一样的 你全年的有个年票 就开车子就直接可以上 然后平时周一到周五 好像便宜一些 我忘了是多少钱了 一点印象能不能 反正没多贵 十几块钱嘛 十五块钱还是二十块钱 跑一圈 周末的话 要贵五块钱还是几块钱 大概几的这样 就是什么车都可以去跑 就开放日 那个YouTube上有 有人专门做这个的 就他可能就住在附近吧 然后到周末 或者到开放日 就加个相机专门拍 有些拍 事故的 有些拍奇奇怪怪的车 有些DHL那些 那些送快递的车 都开上去了 他在玩 换个视角 这是街报 换个车看看 这是保时街 本田 本田的这个 这叫NX NN叫什么 NX 我给忘了一圈 还在国内没有 美国有 据说车机车不太好 是因为拿到哪 容易画一本 超跑 这是本自SL IMG 停票了 这车 真车 确实停票了 就是什么 就是阿斯顿马丁 对阿斯顿马丁 福特GT 四零 都是好处 看一下内饰 这样 现在这回放的话 看着画质各方面还是不错 但是路屏下来 画质会稍微差一些 对阿斯顿马丁 这车也挺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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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自达 马六 孙思 来个34 今天就到这 下次再见 謝謝